大家好,欢迎回到我的节目,我是主持人张罕博 今天我们要详细描一描全球变老带来的细体危害 全球变老会带来 皮地丁仓文化,海平面上涨,动物失去皮息地 很多沿海地区和城市都会被淹没 二,人类失去很多食物来源,生存状态变差 三,天气变化,极端,不规则暴雨或者干旱会磁场发生 人类生活将变得很 为了减轻全球变老,我们可以多种树 绿色植物会吸收多余的CO2 这样大系程中的二氧化碳分量就会降低 二,减少工厂的生产,这样可以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泡 增加资源可重复利用 比如说,一个布袋子,我们不是直接当垃圾丢用 而是通过循环回收,再造出新的袋子 所以说,走之后,我们以为的垃圾还是可以再回收再利用的 三,如果聘一步也的话,聘量少开车 多骑自行车或者不行,这样就可以少排放CO2 少使用化石能源 好的,现在大家都知道很多,可以帮忙显示全球变老的方式 记得按照上面的方法去做 这样我们才能保护地球,保护我们的家园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,拜拜